穿越不仅遇到傻逼前任 前任还一见面就撕烂自己衣服 青年一招穿越背面 看到一个和自己傻逼前任一样的 大声质问他怎么也会在这 但男人似是不认识他一般戏谑了些 小哥你这话真有意思 说吧还用大手慢慢俯伤青年的脸 漫条丝里 贼不在贼窝 难道还在皇宫面 天头闪开他的手 青年不信他一般 开口问他 难道你也不乱 男人却适时按住他的嘴 阻止他继续开口 似是感受到嘴唇有脸 男人竟缓缓年的嘴唇描摹起 就在青年还沉浸在这暧昧的后面 不想下一年 自己的衣服就被男人群露了 看着眼前赤裸 男人像剑赏宝物一般眼神上下三身 导戏般的夸赞一句颜色不错 随手扔掉青年身上碍事的衣服 将他按在自己身上 似是不解男人的动物 青年惊铁回头 男人却看着他这光阶阀门的后背 很好我们双方都很幸运 虽然你是陷阱变态皇帝的供女 但是还没来得及打上匿迹 否则 说把男人用刀慢慢刺入青年后 还慢慢俯身在他耳边低沉了水 我就只能把你当作鱼脸 剁了头进海湾里 看着眼前发生的诡异画面 青年的脑袋当场当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 他在心里哭 因为就在之前 他还是个名字见经段的剧续法文好 虽有着一张慈秀莫变的精致容貌和傲人声 却只能做数字眼人的背景 即使这样他仍对这份工作充满感情 后来 自己努力争取的角色被资方鼓励 还遇到娱乐圈前堆子 最后的信念被记录 青年在马路抱头痛苦 不明白这个世界对努力付出的人死 自己明明只是想好好演戏 突然 漆黑的夜空中传来一阵诡异的声音 既然你这么喜欢演戏 那就让我们演个够了 还未来的几分 青年瞬间被卷入一道黑色漩涡中 再次醒来 青年发现自己穿越了 还堕入了无尽的轮回 直到第六次穿越 遇上了这个他最统一 也最难以忘怀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拥有绝色容貌的少年 却是极致的嘴臭王者 因为身为十八线小野蛮人 不仅处处受挫 还被一个自称母神大人的不明人物 拐到异世界 而回到异世界的方法就是 杀死这个国家的王 门被踹开 少年回头看的来人 原来是自己的田一老爹 不对 应该是这具身体原主人的老爹 他像一个盗取他人命运的小托帆成为了 田一老爹对他大喊 磨蹭什么 进贡的车队早在外候着 你该不会打退堂鼓了吧 莱茵 沉默半傻 少年心想既然占据了这个身体 那自己就得负责地演好他 对着面前的人态然一笑 道歉父亲 为了更好完成您的任务 我花了点时间捯饰了一本 而他所谓的任务 不过是将自己的私生子 送进皇宫堂皇帝翻新 从而为家族谋取地位的伎俩 看着眼前的精致少年 这位子爵心想不愧是自己从小肯定 顶着高压耗材耗时的顶级有误 自觉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处处 还不忘让他收拾好就快点滚住 莱茵观顺地回他 是父亲 文言自觉不满意地回头 莱茵只能默默改口 是奥斯汀自觉 田一老爹摔上门离开 看着他终于离开 莱茵才松了一口气 心想 自己这现实中处处不得知的小眼睛 却拿着他人的人生机事为剧 一次次做着主角 也许自己应该感谢送他来这里的人吧 这次的身份似乎很容易就能混进皇帝 达成杀死皇帝的建议目标 系统答应自己只要完成约定目标 就会送他回去袁思维出演的梦境 穿越之神 感谢你让我干瘾平淡的人生变得滋润多次 我的心中只有感谢 个屁 谢你大友 少年暴躁如雷 六次了 整整六次 坐在前往皇宫进贡的马车里 莱茵叼着雪茄慢慢回忆 六次轮回几十年的岁月 前五是被背叛 阴谋 屠杀 总有意料不到的惊喜 在他即将成功前将他杀死 好不容易坚持到第六十 刀已经架目标的脖子上 却发现 那个昏君是个用普通方法宰不掉的怪物 他确信被自称欲望母神的家伙手 这个任务根本就是个骗子 载着莱茵的马车缓缓向皇宫出发 两个车夫目不斜视的驾驶车 漫漫长路很是无聊 忽然一个车夫耐不住好奇问同伴 要不要瞧瞧这车贡里啥呀 听说是个下贱但稀有美丽动人的混血精英 人万一听来了兴趣 两人迅速拉开车帘 车里莱茵已靠车厢抽着烟 缓缓吐出烟雾 这一画面看得两人羞疯了脸 谁知 上一秒美人如画岁月镜头 下一秒莱茵直起身 朝两人破口大骂 嘴什么嘴 信不信也掐爆你们的包 两人猛的一起回头不约而同的血 那张脸真是浪费 这得行 还当得两男丑 说话还叼着雪茄跟个糟老头子似的 听着两人在外面窃窃私语 莱茵心想你TM还是糟老头子 老子这么冒昧 难闯 更不可能了 自己本就打算逃了 反正任务没有实现 前六世的经验告诉自己注定杀不了皇子 那就做个躺层的种田男主岂不眠在 拿出自己之前偷偷存下的钱和首饰 莱茵心想够自己生活一辈子 现在只要趁中途休息时 偷皮马逃走到灵族 买个山 种种田 打打链 说不定还可以邂逅一段恋情 与爱人度过漫漫余生 脑海中突然浮现了傻逼前任的 莱茵心想怎么想到他 会气 真会气 就在莱茵还在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时 马车震了起来 还未反应 马车开始翻轨 随后莱茵就被抛出车外 摔了个狗吃屎 爬起来后正要吐槽 莱茵睁眼一拍 几个持刀的陌生人正向他靠近 莱茵郁闷一开场就完这么大 脑子的田还没中 话音未落 身后一个手刀镜直朝他脖子劈来 莱茵直直向前倒去 一双手接住了他 看着面前面容娇好 来人干脆利落的笑容 血转 抬走 猥琐难把少年压在身下御心 只是 不想少年竟嫌弃他提前讲卸 跨街上回忆 穿越到异世界的莱茵 在经历过六世任务失败融合后 决定放弃这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正准备思考如何在这一世顺利跑路 开启自己的种田生活时 却被一群人劫耻带走 不知过去了多久 少年悠悠转起 察觉到他的动静 旁边的人拿走套在他头上的东西 因长时间处在悲暗之中 突然出现了光亮似的莱茵拎起双眼 等适应光亮后 才发现旁边还有三个人正在守着他 看清恋前的状况后 莱茵自嘲一笑 开什么玩笑 他不甘心到 难道被系统察觉到自己的逃跑路 给他安排了这一出 莱茵还在憎恶这狗屁气 那边的小楼楼们翻出了他私藏的全部家当 看着财产被瓜分 莱茵气不打一处来 却不想着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看着眼前这精致的面容 三人敢叹道 精灵种 西汉货呀 肯定能卖得好价钱 这是其中一个猥琐难看的莱茵起了歹 心想人是自己带回来 怎么也得让他先爽一把 旁边的光头立马劝他 猴马上回来 其料男人无所谓的表示怕什么 速战速决 这种娇生惯养的少爷 稍微一下就把魂下丢了 保准他什么都不敢和投奖 说罢便伸出自己的脏手 淘起少爷的下巴 莱茵心里恐惧极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然一个主意涌上心 他还可以 去死啊 死了就能重拍一局了 莱茵近乎颠簸的笑着 面前的猥琐难看着他不明俗 莱茵面带微笑着对他说 笑着挺有自知之明的 你这面笑 一看就是速战速决的货色 这一番话成功惹得猥琐难倒 修成路拽着他的衣领说 再说一次 看男人已经生气 莱茵火上浇油般一字一句的说 看来你不只提前讲气 海尔龙 话音刚落 男人飞起一脚 重重的踢在莱茵的头部 沉重的一脚将他掀翻在肚子上 少年轻蔑一笑 缓缓起身 继续挑衅那个猥琐子 怎么就动手了呢 难道是为了掩饰你的某个地方 和我小小姐一样 其中一个男人 突然伸脚踩在莱茵的肩膀 看着现场的三人都被激怒 莱茵仍不怕死地挑战他们的极限 还在嘲讽他们不会是难兄难弟 男人的尊严被停战 猥琐男人狠地问 他是不是着急上路 眼看自己的目的就要达成 少年继续卖力嘲笑 你不是这管事的吗 这样利品都不敢随便处置 看着男人已经练露杀意的 莱茵心想怎么样 露了吧 想弹我吧 用刀来贯穿我的喉咙 这样自己就能逃往下一世 下下一世了 面前的男人已经准备挥刀刺向 莱茵闭上双眼等待下一世的莱茵 搜一声 少年脸上突然见满了血腹 缓缓睁开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没死 再看一旁猥琐男凤鼓地握着自己被贯穿的声 莱茵气愤回头 谁坏老子好事 忙着自杀了 谁用你救 话还未说完 看着面前的人莱茵竟再也说不出话 这人不就是自己的傻逼前任吗 这个少年穿越差点失声猥琐 还被傻逼前任压在身下 再次重生轮回 这一世莱茵只想过着悠灾的种田生物 管他什么狗屁任务 没想到这系统不做人还把自己的前任给弄了过来 看着这个一上来就把自己压在地上 还拿刀划开自己后背的疯癖奶 莱茵心里骂娘 傻逼信我还不给老子出来解释 空气尴尬地寂静半晌 男人听着少年的话一条 你这是在念某种召唤照 可恶 莱茵心想这傻逼信 又在摸鱼 转头对男人说 叫个屁 靳元臣 你是靳元臣吧 放开我 痛死了 冷死了 男人不正面回答他 事与不是很重要 而且暂时不想松手 怎么办 莱茵挣扎着想这是什么弱智发言 男人又接着补偷 不想放 但可以 边说边从马上拿出一批布料 猛的单手捞起莱茵 将布料裹在他的身上 并像个流氓一样 把少年紧紧困在自己的背 不如其来的状况 让莱茵一正 等反应过来后破口大骂 TM疯了吗 有毛病啊 男人用自己的脸来回妈撒着莱茵 回他 没你疯 刚才你一心求死的疯批指数 我给八分 这像热恋小情侣般的轻易氛围 让莱茵羞红了脸骂的 管你屁事 被山匪逮着还这么嚣张 倒是第一次见 男人边说边开始对莱茵上下歧视 莫茵还不忘流氓般的夸一举 不仅颜色好看 手感也不错 知道男人是铁了心不放自己离开了 莱茵回头对他说 不放事吧 好 你逼我吧 男人好奇少年要干什么 调侃着问他 要放大招吧 魔术还是体术 来来来 快让我瞧 话还未说完 莱茵坑吃一口咬在了他手臂上 这不动不仰的一击让男人忍惧不惊 却不想下一秒莱茵还揭个头垂 男人被撞的捂着鼻子 没想到还是连招 大意了大意了 显然这一击虽然出人意料 但是没什么太大杀伤力 靳元臣 少年翻身将男人压在身下生气的质物 疯够了没 身下的男人却访问他 你够了 所以冷静了 莱茵低头淡淡回他 这一状确实清醒不舍 意识到你究竟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并不重要 因为你不放我 我就自杀 但是出于好奇 我不想带着你问死掉 所以 莱茵不带任何开玩笑的仪器问他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是靳元臣吗 是 不是 男人抬头挑起嘴角 抚摸着他的头发 抬手缓缓将他的身体压向自己 在他耳边慢调丝里道 不告诉你 少年正准备狂山前男友九十九个巴掌 一个手拿厕纸的神使却突然出现将时间动静 原来少年穿越到异视界 却发现一个和前男友长得一模一样的男 跪坐在男人身上 少年质问他的身份 男人却说不告诉他 说吧还慢慢起身 用舌尖暧昧地舔尺着少年面颊上的血子 这轻浮的态度让少年十分气 猛地按住男人肩膀将他灌在地上 见到少年生气 男人反到笑起 还恶劣地伸出舌尖挺信的 看着面前就在熟悉不过的里 莱茵心里逼骂一句 抬手就要给男人一巴掌 就在要接触到男人脸的下一领 万籁俱寂 时间冻结 世界运作停止了 莱茵一惊 但山下男人的巴掌 已来不及收回 击触到脸的那刻 莱茵似乎听到了 自己手骨碎裂的声音 疼得他当场实话 这绝对是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阵奇怪的光圈 紧接着一个身影从光圈中缓缓不现 听见莱茵还在痛哭 那人适当地咳了一下表示存在 其料莱茵继续大骂傻逼气 莱茵终于忍不住现身吐槽 都说了我叫神使阿斯卡 不叫傻逼气 你这二两脑子记不住是不是 不过话说红 看着面前两人不肯描述的姿势 神使问你们在这 莱茵破口大骂 自己不会看 傻娘 自己看 这动作 这声音 这情形 神使恍然大悟 你在等 莱茵嫌弃地给这脑子满是黄色废料的神使 飞起一走 神使也不怯场立马 和他扭打飞 莱茵表示你TM身为指引系 能不能随叫随到日子 你不知道你每次出来时间就会停止 我这一巴掌像扇在石头上 神使回走 我忙得要死 出来就见你现男人 算我的眼故意的 莱茵反驳忙个屁 也以为我没看见你刚拿着手指说 带清拉什老子要到你上级 阿斯塔表示神使就不配拉什了吗 你不要太过分 你还白日轩迎你的流氓 两人像小姐妹互扯头花斑 半天 也把脑子打惊醒 阿斯塔说 够了 浪费时间 等你这是死后再见吗 等一下 莱茵叫停住 还要作甚 甚人 莱茵指了指身后实话的 阿斯塔贴了一眼 甚人怎么了 脸也近 体也撞了 还满足不了你 莱茵心想不能对这神秘生气 冷静下来对他说 少扯皮 他是不是同我一同穿越了 我那该死的前院 阿斯塔斯突然想起来 不停有了忘 这可是母神大人 为你这一世准备的惊喜 喜欢吗 渣男前任为你而死 还因你穿越到异世界 你是救还是不救 神使阿斯塔对莱茵说 这个男人来到异世界 是欲望母神为他准备的惊喜 听到这话莱茵竟无语淋焉 低头看口气 朝着神使慢慢伸出手 看着面前的人神使不理解他要干嘛 莱茵朝他大口 给件衣服啊 谁TM想搂着和你聊天啊 阿斯塔不服气的看待意 但还是慢慢打开一个眼睛 是 穿件衣服把你自己饿了孙吗 说吧将衣服直接砸在莱茵的脸上 像魔法少女变身一般 莱茵穿好用法术变成了衣服 阿斯塔问他这么淡子 难道不想问问这个男人为什么来到这里 莱茵无所谓的 有什么好问的 把这渣男搞 莱茵边说边向男人走去 随后一脚踩在男人的尖头上 捏起男人的下巴一字一句的说 除了恶心我还能干什么 说到有心 莱茵愿然回头问他 之前的六次轮回还嫌不够 总在任务派达成之际弄死自己 让自己一次次重生通关 其实你们的目的是让我一世又一世的 处于任务进行中的状态 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回去 现在还想用自己的前任来胁迫自己 莱茵表示真的很怀疑你们老大的精神状态 阿斯塔说自己别的不清楚 但这人确实是用来逼迫你继续任务 莱茵不懈着说 一个分手八百年的前任还能干什么 重要性还不如自己养活的狗 好奇心满足了莱茵让阿斯塔赶紧过 还对他们的这个胁迫方式完全不屑一步 说男人的生死与自己不关 他与我与路人无异 自己也不会再继续受你们摆脱 就算永远困在这个异世界 也不会因你们定下的目标而回 阿斯塔挥手表示自己只是灵魂的接引子 负责在莱茵死亡时重生的神使 边说边打开虚空通道准备离 还说他想怎么活与自己毫无干系 他在这世界的一切都是欲望母神的指引 对了 阿斯塔在即将离开的时候突然回头 莱茵瞪他一眼 不是着急摸鱼吗 还有什么事 阿斯塔对他说 还有一点 想更正你一下 他指着莱茵身后躺着的 他的生与你无关 但是死 留你一份 莱茵不解这是什么意思 阿斯塔逃他解释 要让异世界的灵魂来到此世界 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 阿斯塔逃他翘起一根手指 必须是与你有关的人 其次 必须是死人 莱茵大惊 等 等一下 你再说什么 没有回答他的话 阿斯塔接着说 最后必须是因你而死 这一番话却让莱茵心脏骤停 发现痛恨已久的前任 却因救自己而死 你会怎么办 听见神使说男人在原本的世界已经死 莱茵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在开什么玩笑 阿斯塔心想 老子忙得要死哪有空跟你们这些烦人开玩笑 张了张口 莱茵想说些什么 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难道 莱茵心想是自己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他在另一个世界已经老死了 闭了闭眼 莱茵强装镇定地尼喊着 死就死了 是人都得死 我都死了六回了 少年手紧紧抓着胳膊子龙就说 但 但关我屁事 我可记得自己被迫穿越前这家伙都是好好的 还在和那些金虫上脑的导演在宴会上谈笑哭声 那样子我现在记起来都行 吐 莱茵正正地看着阿斯塔的手停在他的额前 下一秒阿斯塔对着他的额头猛一一戳 莱茵被击退好几步 阿斯塔保持了好几秒刚才的姿势后 忍不住吐槽 痛死了 你的脑坑石头做的 莱茵符额看着面前的神经病 痛死了是我的台词吧 你想搞死我对不对 想我快去下个轮回对不对 少年还在大骂 心脏突然一震 紧接着脑海中浮现出一些走马灯一样的发明 画面里他和前男友在马路上争吵 一辆车驶来但他已来不及躲避 先军一发之际 前男友抱着他转身替他承受这一击 忍不住吐了出来 他痛苦地想这些记忆到底是什么 回头朝阿斯塔大喊 对我做了什么 做什么 阿斯塔吹了吹自己肿大的手指 漫不经心地对他说 只是按照柳神大人的分 如果你问起就解开你原始记忆的风味 原始记忆 莱茵不解的问这是什么意思 阿斯塔歪着头对他说 不知道你是真听不懂还是装听不懂 意思就是 这些才是你穿越前几分钟的真实记忆 阿斯塔边说边扶起来 按着他的头接着对莱茵说 至于修改这些记忆的原因是 让他的灵魂重生于此 对时间和凡人灵魂的消耗实在太大 在线提问 自己被一个身骄体软的美少年习凶走了 杜范看着扶在胸前的少年 摸着他的耳垂好笑地问 上一秒不是准备删我 怎么突然头怀送抱了 莱茵看到男人醒了立马飞速弹开 恼羞成怒地解释 少TM自作多情 我刚才是重心不稳 不然那一巴掌下去你不死也少 说罢莱茵偷偷看着自己的手心 脸红着回味刚才的触感情 这傻逼前任前世身材有这么好吗 听着少年口出谱田 男人站起来拍了拍 玩味地对他说 不死也伤 那我可得好好感谢一下 不杀之恩 至于谢礼马 男人边说边聊起莱茵的一礼无法 放在自己的唇边吻了一下后 接着对莱茵说 做我的压债夫人如否 莱茵死是心里万马奔头 老子这是救了个什么玩意 原来几分钟前 神使阿斯塔解开了莱茵穿越前的真实记忆 莱茵回忆起自己的傻逼前任 竟是为了自己而死 而创造这个异世界的欲望女神 为了让莱茵乖顺地完成他们设定的任务 准备利用他对前男友的愧疚来邀请 于是他们将前男友的灵魂修复 再让他重生在这个异世界 但是灵魂修复的时间和消耗实在太大 直到莱茵重生轮回六次 变种前任才顺利降生在这一世 阿斯塔提醒 如果你要是忘恩负义的不去执行任 这个叫杜范的少年就必死 而且再无复活的 莱茵不愤这不公平的遭遇 愤怒地朝他大 为什么是我 你们到底有什么资格一直玩弄 阿斯塔打算 谈话到此为止 母神大人的最后通牒就是 继续完成弑军任务 说不定最后你们能一起回到原来的世界 还有 阿斯塔接着北冲 和魂川的女不一样 她没有前世的记忆 就这样下次是真的下辈子再见了 拜拜 阿斯塔朝他挥手转身就要离开 确实累死 莱茵面无表情地说 所以请你去休息 永远了 忙着离开的阿斯塔听见他这句话不与死 突然说什么鬼 话音未落 莱茵直直向他伸手过来 事发突然阿斯塔还未缝缝 就被莱茵按挡在身上 他握住阿斯塔脑后的光圈的系统 用力撕扯了他 受到外力袭击 系统滋滋地想着 被按在身下的阿斯塔 觉得莱茵松了 让他赶紧住 莱茵控制不住的大力 这玩意就是帮我穿越的系统 由我掌控里所应当吧 脑子才不要继续受你们的摆托 莱茵用力地撕扯着系统 轰的一声 系统被扯落 阿斯塔也被推进了身后的一空间 瞬间被带走 莱茵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 闭眼回想自己只是试试 没想到竟然真的得手了 看着手里的系统 莱茵心想得赶紧带阿斯塔 回来算账前 把自己和怨种前任的灵魂传输回来 不成想下一秒 自己手里的系统却消失了 看着空空流眼的展现 莱茵一正 四下查看却一无所谓 系统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突然世界的运作要开始 这意味着时间马上要开始流动 为了不让这愿重前任发现端 莱茵心想 得马上回到时间静止前的姿势 往回狂奔途中 莱茵被绊了一下 身体控制不住地向前倒去 莱茵心想 完了完了 时间暂停还未结束自己的撞上去 看着面前硕大的心机 莱茵愁苦地想 这撞上不得像撞上石头磕掉大眼泪 但事态显然不是自己能控制 闭上眼心想爱咋的意味 然而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邪 莱茵捏了捏手下软糊糊的东西 蛤呢 时间流动开始了 拉铁 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莱茵似乎忘了身下 到底打死的是什么 说把抱着面前的东西 就揉搓了起 口顶却传来一阵笑声 黑摸够了眉 死去的前任突然复活 还要娶你做压债夫人 莱茵不理解这个疯子的脑回路 听她说要娶自己做压债夫人 还以为这只是怨种前任随口的玩笑吧 没想到她真把自己带来了 山匪的盘踞的村落 五日后 莱茵猛地把门踹开 大声质问物理的人 杜茵 你有毛病是不是 你不会真打算结婚吧 男人巧眉看了一眼 身着婚纱的少女 看着她一直盯着自己半生 说话 莱茵问她 看什么 哑巴啦 说话 杜茵哼了一声 立马起身来到她面前 拖起莱茵的下巴对她说 我在想多么美丽的皮囊啊 可惜有点嘴欠 莱茵无语地打掉她的手术 成人里跟我这男的结婚 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杜茵却笑一声 回她一句我论一会 猛的一把抱起莱茵 莱茵看着男人 把她放在一张桌子上 缓缓在她身前冰写 杜茵对她说 只要我写 任何事我都会去做 包括用嘴帮人 尽管掉带袜都写 况且你现在 不过是我掠夺的战利品之一 我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 莱茵看着她无奈地来了剧 疯子 不料男人不露反笑 谢谢夸奖 不疯 人生岂非无趣 莱茵望向面前的人 心想这人 还是跟前世一样任性体验 她真会舍身救我 那些记忆该不会是 阿斯塔用魔法研造 杜茵回头吩咐 两位侍女下去 头备明天的成语 但是女走后 杜茵从莱茵身上前 去另一个桌子上 拿起雪茄对她说 不过收到疯 前日的你倒是更胜一筹 莱茵心想当时 谁知道你失忆了 但也只能勉强朝她解释 那是自己认错人了 杜茵标着烟问她 不过 我岂不适合那人口气 能让你疯那么久 都没能看出去 是啊 像不过吗 一盒东西朝莱茵逢去 警戒着男人搂着莱茵的腰 将她按在自己怀里 莱茵笑着问她 从脑修成怒了 杜茵也不回答她的话 只把她抱坐在自己底上 用手拆开了 莱茵裙子后面的记声 莱茵不解她要干嘛 回头问她 要向我展露山腿的本心呢 副理会她的挑衅男人 看着她背上的伤 没长好啊 看来精灵狐也只是承受 肉体也没传闻中的 那么强烈了 边说边将药膏 涂抹在莱茵的伤口上 这触感让莱茵疯了脸对她的 欺甲惺星星 你一开始别划拉我不顿 杜茵却对她说 不画这一刀怎么剪错 你是否已经是皇帝的东西 连男权大人 那把附魔的刀可是丑女药 杜茵继续给她上压 莱茵埋头在她的脖子里心 成人里 那么她现在就是18岁 不就是个小屁孩吗 看着她不说话杜茵主动问她 你刚被俘的那天挑衅我的手下时 你是怎么做到求死的同时 又透露着求生的女王 对你来说 死等于生了 这敏锐的观察力和说话方式 让莱茵一正 不由地回忆起在之前的世界 这个男人也是用相同的口气问 你是怎么做到笑妮妮顺服学长的女士 又透露出一股腹刀人的味道 死去的记忆突然开始攻击自己 莱茵立马从她身上跳下 制止她的询问 心想安闭 这条命色我欠你 把你就回去咱们就两情 看着面前的人 莱茵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慢慢俯身在她耳边问她 想活命吗 其实问出这句话时 莱茵就决定继续内盖死的士军任务 以求这个男人能在原来的世界重生 但是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意外会来的这么 一日 他就在杜范的成人礼上迎来了第七次 穿越后前任成了山匪头子 自己还得想法拯救她 这个异世界的时间掌控着 神使阿斯塔对莱茵说 要是他不去执行规定的任务 自己的前任必死且再无复活可 出于对前任的感情和愧疚 莱茵最终下定决心拯救她 看着这个即将小命不保家 莱茵揪着杜范的衣领问她 想活命吗 男人却不解她这是几个意思 莱茵一脸认真地向她解释 就是自命意思 想活 失去记忆的杜范 显然不能理解她现在的行为 一个被自己抓过来的人 却问她想不想 这荒唐的提问在她眼里 显得很不想 拿出一支烟男人 慢条思理的说 但凡是个正常人 没有不想活的 从了前几天一心求死的 莱茵急忙朝她解释 我那是 但是杜范没有听她解释的意思 继续说 一心向生地求死 现在又一脸认真地 说出这些惊人的话 真不错呀 果然有趣 看来之后的日子 不会让我无聊了 看见男人这态度 莱茵就知道 她根本没有听进去她的话 一把抓住她的声 弯下腰对她一脸认真地说 想活就听我了 杜范对这提议不屑一顾 哈 听你的凭什么 玩味地看着面前的人 没人叫你提要求 前该准备好充足的说辞吗 何况是跟山匪谭调间 抬起拿着烟的声 莱茵一惊 看着就快触及到 自己眼睛的烟头 实相地进了声 男人从开始抱着 玩味的态度和她表演 到现在不耐地警告她 看来你有点没搞清楚 自己的身份 说吧 慢慢把烟递到她的嘴里 把她按在自己怀里 对她说 现在的你不过 是我心得的玩具 想让我无条件 听从一个玩具的话 理由或成为一个不战 你是不是有趣的 有点过分了吧 莱茵嘴里叼着烟 扶着男人的肩膀 慢慢起身 当着她的面猛吸一口 她刚才吸过的烟后 才对她说 知道了 刚才全到我放屁 然后似是不屑一般 扔掉烟头转身离开 在杜范看不见的地方 莱茵神情若默地 说了句我睡了 还有 莱茵扶着门框背对着她说 我讨厌这件衣服 换一件 杜范带着倩倩的笑嘲 莱茵挥上 对她说是该休息 自己可不想在明月典礼上 看见一张憔悴的大王 最后还带着警告般的口吻缩 下次提需求 想清楚再发言哦 门被拢得关上 门外 莱茵攥紧自己的衣服 也套在门上 刚才和杜范周璇时 强装的镇定慢慢卸行 她心有余悸地想 杜范现在真的随时 可以杀了自己 是自己太得意忘形了 就算是同意的灵魂 同意张领 失去记忆的她 也已经不是自己的院主前任 也不是自己熟悉的齐渊成了 她现在只是山北头子杜范 想到这里 莱茵控制不住 般露出了落寞的神奇 这绝对是最抓马的穿越 被前男友抓来 当压债夫人就算了 还在大婚当日达了 原来穿越异世界的莱茵 被院种前男友 保扰她的债子 前任还以一股行妖 和她结婚 坐在镜子前 莱茵心想要不是这个风格 按照剧本流程 自己应该已经 作为男宠被送进皇宫了 但是 现在自己却要抓马地 嫁给成为山本头子的前男友 杜范已经门矿 被盛装打扮后的莱茵 惊叶挡 心里不由自主地 吹了声口上 碧蓝的天空 飞舞的白鸽 一看就是个 适合结婚的好日子 两人一同走上 布置好的舞台 台上主持人 说着祝福词 身为新娘的莱茵 却心事重重 自己想要去救这男人的命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却是如何 让没有记忆的不算消息 自己和她都是穿越而逃 是被这个世界的主持人控制 如果找不到说服她的理由 自己都被她 一直困在这里 无法执行命 而她也会因为 自己没有完成任务 而无法 怎么办 莱茵边喝着浇杯 酒边愁苦的心 用力捏了捏酒杯 莱茵控制不住地叹了口气 没想到旁边的大傻子 还招呼她 新娘子认真的 结婚呢 莱茵心里想骂你 老子在这边想如何拯救你 你却是我离开这里的最大嘴 看她这表情 杜范明白是因为 昨晚让她觉得充分的 又让自己相信 惹得小朋友不开心 无奈回答 唉看来你没懂我昨晚的话 傻 莱茵还准备追问 底下的人却开始起风 新郎新娘亲一个 七一转 莱茵无视这些人的起风 继续问 你刚才说上 没想到旁边的人 却捏住她的下 莱茵慌起来 这狗东西要干嘛 不会真的要紧了 杜范捏着她的嘴 靠得越来越近 莱茵看着面前任性的人 新享一百年纪 还得在大庭广众之下 和学生时代的前任接吻 这也是没水了 两人的唇越靠越近 就在快要稳到的时候 莱茵却突然可血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杜范远着 赶忙拉住她下这个身 莱茵表情迷茫 她这是怎么了 直到一个女人惊呼出声 众人似乎才被这 突发事件惊喜 开始慢慢骚动起来 莱茵的视线逐渐模糊 看着自己沾满血的双手 和面前渐渐模糊的面团 她才逐渐意识到 这是死亡的情况 朦胧间看到 面前的男人也可出现 但莱茵已支撑不住 身体向后倒去 在她以为自己 要摔在地上的时候 已是强辱之末的男人 却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抱住 在倒地前的最后一刻 男人翻身垫在了她的身体 功用一声雷响 刚才还万里无云的天空 却下起了 在意识即将消失时 莱茵看着男人 不顾众人阻拦药 恢复药剂留给自己 莱茵强撑着让自己不要睡 她得找出是谁下的眼 莱茵闭眼睛看了 一个红发的男人 出现在视野里 是之前那个 要抢脱自己的危损 看着他俩的 现在的状况危损 露出得意的情 是他 莱茵用尽最后的力气 抬起手 这个男孩已经赶了六次 但他马上就要第七次赶 还是赶在和前任的婚礼上 霸街上回 莱茵和杜范因为喝了 独酒双双咳的血 莱茵躺在杜范的怀里 艰难地对他说 自己不想死 杜范紧紧握住他的手安慰 我知道了 没有谁想死 莱茵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解释 不 不是的 我不想死 是因为不想你死 老子不想欠你 还未说完 他的手已直直垂落下去 杜范就得死 我就不能 还他人情了 猛一睁眼 车夫拉开车连问他 公子 说什么了 莱茵看着眼前 熟悉的马车 熟悉的私房钱 熟悉的傻逼车夫 自己竟然重生回来了 思索半生 莱茵好奇自己怎么没有像前六次那样 重生到别的身体 而是穿越到过去的时间线上 突然看到手腕上发着蓝光 莱茵抬手发现 这纹样和神使那个时间系统的光环 好像一样 之前在阿斯塔身上将光环抢下来后 还以为他莫名的消失了 原来竟已经融合在自己的身体里 这是一道刺眼的光出现 紧接着一个东西从光环里出来 看着眼前的弹状物 莱茵心想这不会是系统要显情了吧 思索未博这东西却突然炸裂 连马车都震了震 莱茵心想安逼这什么玩意 抬头一看一个玩偶状的东西 悬停在自己指尖 面前的小东西慢慢睁开了眼 四目相对半傻 那小东西却突然飞踹自己一挤 莱茵捂着自己的脸 想这什么玩意这么长 一把把他抓了过来对他说 坏掉了是不是 你个小鸡在玩 不想这小玩意不说话 指头顶上冒出一堆 看不懂的异性负荷 莱茵正想抱锤这小东西 能不能搞点人能看懂的东西 这是车夫小心翼翼地 探起来的脑袋问他 您没事吧 刚才一直在自言自语 哈 莱茵指着手上的东西问他 自言自语 你们看不见这个吗 看着莱茵空空如也的手 车夫和同伴窃窃私语 真可怜难道因为要被送去 当男主伤心到疯了 莱茵不屑和二人解释 朝他们白板水 让他们快滚去驾车 两车速刷的回头 心想 哎 好好一张领 可惜了 莱茵深深叹了口气 心想不合神 生气 转头最面前的小玩意说 你是穿越系统的本体对不对 没想到这小东西 看都不带看他一眼 慢慢将视线磨砍 看他这太子 是可忍孰不可忍 莱茵朝他和善一心 威胁他在拽信不信就把他煮 略 其料这小东西丝毫不怕莱茵的威胁 还伸舌头挺信他 系统不听话要怎么办 当然是丢锅里主 莱茵看着这个从时间光环中出来的小名 心想上一秒自己还在和前任举行分离 下一秒就中毒生死 然后就重生在几天前去皇宫当男宠的路上 莱茵朝手里的小东西确认 是不是他让自己重新回到这个时间点 但是这家伙似乎不会说话 纸机里咕噜冒出来一堆看不懂的呼号 莱茵强压内心的暴躁对他说 拜托 都说了听不懂也看不懂 不对 莱茵突然发现这里面有些字好像能看懂 什么也按要求 将重生模式从横向变为纵向 从重生平行世界更改为同一世界的回溯 思索办上莱茵朝他确认 自己前六次死亡轮回都是重生到相同的平行世界群 六次重生六次身份都互相没有联系 但是现在自己决定要在这个世界拯救前男友的名义 所以不能重生到没有他的平行世界 只能以这个身份在时间上进行倒流 看莱茵理解的意思 手上的小玩意又激里咕噜冒出来一堆符号 当然代价是莱茵努力的辨认这堆符号 无奈最关键的一部分还是理解不了 他气急败坏的吼道 这玩意能不能智能点 别关键的地方让人看不懂吧 没想到这小玩意对着莱茵帮帮就是几拳 突然马车传来一阵熟悉的晃动 莱茵心想不好 上一次就是再去皇宫的路上度饭把他马车解了 这次不会这么快就来了吧 回头对着这破玩意无奈的说 你能不能跌倒这些骚玩意 直接把我们送回原来的世界行步 话还未说完那家伙却直接消失不见了 但莱茵已经顾不上这小玩意 因为马车开始剧烈晃动起来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套路 莱茵又被扔出马车摔了的狗坑 呸了呸嘴里的 心想TM真从重生别人变成时间回溯了呀 呦 精灵种 身后传来声音 莱茵回头一看 莱茵不是自己那该死的怨主前任又是谁 看着男人 莱茵还在心里庆幸他还活着 还好没有因为自己的重生而死去 不想男人已经举起了手刀 这动作莱茵再熟悉不过了 赶忙向他解释 不是等一下 我我是 但男人似乎不想听他解释 手起刀落 莱茵的眼神涣散意识也渐渐抽离 男人接住莱茵倒下的身子 相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 男人又来了剧 血转 最后一丝意识力 莱茵瞄到了上一回给自己下毒药 害自己生死的猥琐满 心想的speed 转个屁 身边有个二五仔都不知道 在线提问 对象刚结婚就不缠自己身子了怎么办 看着这个对自己毫无兴趣还转身就走了 莱茵慌了 上次这时候男人不还对自己降降娘娘上下其手吗 这次老子都主动卖乖了 你怎么不按剧本 原来白天 莱茵意识到在自己生死后 系统通过时间回溯 让自己重生到前往皇宫当男宠的路上 但这也意味着之前经历过的事情 现在都要重新来一遍 被杜范他们打晕带走后 再次醒来 莱茵看着面前熟悉的几个人 心想果然穿越方式改变了 自己开始陷入同一世界的时间回溯中 面前的人看见莱茵醒了挑起他的下头说 不愧是精灵种 看个气都挺魅的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几人对着莱茵面露危损之意 红发男对同伴说怎么着自己不得先爽 旁边的人和之前一样劝 头快回来了 红发男依旧不屑于顾 说怕什么 脑子速战速决 看着这个红发的危损 莱茵心想上一次就是因为杜范刺穿这个危损男的手的 导致他产生仇杀的心理 所以这次不能像之前那样刺激他杀了自己 而是得假装服软求饶 于是莱茵眼角含泪楚楚可怜的向他假意求饶 大人 求您饶了我 话一出口莱茵表示有被自己和这人惹心的 看他这一副金贵小少爷受不了折磨的怕死 红发男猥琐发言 饶 肯定饶 等也爽够了 还要把你卖掉 当然得饶您一条命 莱茵强人惹心想得尽量拖延时间等到杜范出现 便继续和猥琐男周旋 说自己私藏了很多财宝 就在奥斯丁子爵领帝西南 话还未说完 猥琐男就将莱茵一脚踹翻朝他大盆当我们傻 带我们进入领帝反手一个围角式 莱茵四世非常害怕地瑟缩在地上 嘴上喊着拿歉 心里却阿妈杜范那个疯子怎么还不回来 自己快要撑不下去 猥琐男又上前捂住他的嘴 让他别整这些虚担 杉肥只要眼前的利益 就在莱茵感觉自己快不行的时候 杜范终于出现了 看着眼前的两人 杜范带着警告般的语气和猥琐 说 杉肥只要眼前的利益 不过除了眼前的利益 也要注意眼前的规矩 你说 是吧 被男人的气场吓倒 猥琐男当即冷汗直流 心里虽然不服气 但嘴上还得公顺 杜范从马上音乐而下 看了半场躺在地上的战利品 不知他是什么意思 莱茵也不肯轻举妄动 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朝着面前的男人装出一脸单纯无辜的母 其料杜范对他这一脉观形为 毫无留恋 牵着马转身做 莱茵心想这小子 怎么不按套路出发 敢忙在他身后大 喂 等一下 等一下 杜范回头看 莱茵朝他支支吾吾的说 你不应该对我 杜范问他应该什么 莱茵羞红了脸 这种话让当事人自己说真的好 应该 应该 磕磕巴巴半天后 莱茵心一缝 对他撕的大牙提问 你不应该吵我身子吗 少年色又前任不成 还被对方嫌弃无趣 莱茵心想大意的 没想到这玩意喜欢眼 听见莱茵问自己 为什么不缠他身子 这个不知什么时候 追七火葬场的男人被逗乐了 拿刀对着自己 未来老婆口出狂言的 美是美了 但和别的俘虏一样 挺没意思的 说罢便把刀丢给小弟 自己转身离开 莱茵看着 渐渐靠近的两小弟 想忙朝男人大喊 给老子把话说清楚 没意思是几个意思 男人却没有理会 他牵着马 渐渐走开 被两人制止 莱茵崩溃的想 这就结束了 自己真的要被卖掉了 这一次 和他第一次相遇 就这样结束了 山匪们将他摁在地上 因为要验证 莱茵是否被老皇帝打上标记 而这把魔刀 能检测体内 是否存在魔力 所以山匪残忍地 划开了他的手腕 痛得眯起了眼 莱茵偏头 看着越走越远的家伙 暗骂这家伙 可真随性的样子 上次自己一心求死的 急性表演 引起了他的兴趣 这次乖顺求饶的态度 显然让他感到无聊 所以也就没有后续的剧情 难道自己还得再封一次 山匪们看着 没有魔力反应的魔刀 不由得开心大喊 这下可赚大了 精灵种男主 必须得去飞市拍卖才行 听着他们的讨论 莱茵冷笑一声 卖我 卖自己脑花去把傻圈买 说罢便一把萝卜刀 心想不犯 这次对自己没兴趣剧情 也就不能按之前那样发展 那自己也没必要再耗下去 山匪看见刀被夺取 警告他 你是觉得自己长翅膀了 能从半山腰的村子逃出去 却不想莱茵竟拿刀 对准自己的脖子 他是不能从这逃出去 但能从这段时间逃回过去 只要自己现在死 时间就会回溯到自己被抓之前 这把开局不利只有重来 缓缓闭上双目 心想好你的副范 喜欢与众不同的俘虏是吧 老子待会再表演给你看 说罢对准自己的脖子猛刺下去 鲜血渐出 莱茵却不可置信般睁大双眼 山匪们也慌了没料到 他竟然真的会自杀 不对 躺在血泊中 穿越野 自己死亡的苦痛都被剥夺 每当死亡降临 就会困意来袭 睡一觉就会再次重生 但是 这次为什么会这么痛 他甚至能感受到 自己血液的流逝 为什么 他明明应该感觉不到 死亡的痛 好痛 好恐怖 身体 开始变了 这就是 死 男人强势地分开少年的双腿 把他按在墙上倾向 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倒 少年大脑当场当机 不知破绝多久后 男人才缓缓松开他 少年被吻得气喘吁吁 脸颊飞红着想挣脱男人的智慧 却不想着力气在男人眼中 简直弱小的看 男人警告他 要想活就别动 说完男人握住他的双手 再次吻上去 莱因被吻得窒息 心里无声呐喊 现在到底什么回事 还有这家伙TM又要搞哪出 原来不久前 莱因第二次重生回到进攻的路上 被杜范他们劫持后 选择自枪身亡 莱因在死亡的窒息感中 开启了自己的第三次时间回溯 根据上次拿命换取的经验教训 这次莱因按第一次的拒络 重新引起了杜范的兴趣 并被带回了山寨 四日后 杜范成人里的钱一晚 卧底成功的莱因 偷偷来到库房门口 心想自己得赶快找到确凿重子 防止第一次被独身死的悲剧再次发生 透过窗户 莱因看到那个红发猥琐 蒙正躺在里面糊糊大睡 心里还在盘算着 怎么把那瓶血抠出来 身后一个身影却缓缓靠近 朝他耳边吹了口气 莱因被刺激的鸡皮疙瘩都起 猛一回头质问 谁 看到莱因是杜范 莱因一股做坏事被发现的心虚 慌忙问他 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要睡了吗 杜范却二话不说 直接拔刀插在莱因脸床 被这动作吓得喷了头口血 莱因瑟缩着不敢动 杜范质问他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 你怎么在这 莱因是叹性地伸出手 黄缓指向他 不是 你怎么 你不应该 话还未说完 光的一声 杜范抓住他的手 砸在墙上紧到他 让你动嘴没让你动手 被他这害人的气场 吓到莱因颤抖地 抬起双眸和他对视 看着这双不带 任何感情的双眸 莱因充满巨异的想 自己现在说谎 一定会被杀的 这时屋里的人似乎被吵起 大声喊到谁在外面 莱因心想不好 动静太大 把屋里的人弄醒了 紧紧攥着自己的拳头 莱因大脑疯狂运转 现在这情况要怎么办 又不能当在这人的面解释 心一横 心想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于是他选择恳求杜范相信自己 自己只是想要那壶明天 用于胶杯里的酒 理由之后会告诉他 杜范沉默地看着他 似乎在考证他这些话的可信 莱因急忙向他发誓 说谎自己明天就会死 被他这急切的态度够了 行吧 杜范将刀拔出顺便描了一眼无内数 那就小小的包庇 说吧将刀插回撬中 这时屋里红发男也正要推开门 千军一发之际 杜范开始倒数 三 杜范拉着莱因急忙转身 二 莱因被他压在墙上 杜范按住莱因的脖子缓缓朝他低 于是红发男一开门 就看到吻在一起的脸 莱因被吻得有点喘不过气 被迫点起脚尖承受着男人怒 猥琐男被这场面吓到连忙慌张地问 老 老大 你们俩在这做什么 似是刚发现红发男一般 杜范这才缓缓松开莱因转头朝他看去 被松开后莱因眼含泪光 感觉自己快呼吸不畅 趁着机会赶忙大口的呼吸 片刻后莱因终于感觉自己挪过来 暗骂一声混蛋 杜范看着怀里的人分一声 对红发男瞎编 抱歉啊 敲你半天门你没反 春宵苦短 难免有些情不自禁啊 红发男表示你在自己房间倒不就行 干嘛出来撒狗粮 刺激 杜范抱着莱因朝他浪荡一笑 这不是来库房找点住信的东西 我看 说吧杜范指着屋内摆着的一瓶酒说 那瓶就不错呢 男人当着小弟的面抢吻媳妇 竟只是为了一瓶酒 拿到酒的二人一同回到房间 杜范把酒放在桌子上问他 你满意了 想起刚才男人不顾自己的意愿抢吻他 莱因气就不打一出来 抓着杜范的衣领骂到满一个屁 你刚才那是做什么 羞辱我吗 杜范反问他 你觉得呢 莱因冷笑 我觉得 我觉得你混账 你是团长 别说拿壶酒 拿他命都行 这人一看就是贵族人家不经事事的小公子 猛的一把抓住莱因的手 慌的一声将他按在桌子上 杜范朝这个天真的少年解释 这里是贼窝不是皇城 我不是呼风唤雨的皇帝 我只是一个山匪头子而已 贼有贼的规矩 这样才能管住包括自己在内的各路人渣男 固守规矩谁都得死 你不仅没有理由擅闯护房 还是个俘虏身份 死有余辜 这一出除了是个保你小命的理由 还是对你的一个小小惩罚 懂 听见男人的解释莱因默不作声 不想男人突然又拽起他的胳膊 看着身下的人杜范朝他邪魅一笑 反正明天就要结婚了 这些事早晚都是要做的不是吗 莱因被逼问的羞红了脸 慌忙扭开头掩饰道 啊是是是 知道了知道了 是我做错了 心里大骂这个明天才成年的臭小鬼 简直比前世高中时期还惹人讨厌 杜范见把人调戏够了便回归正题 让莱因给自己一个充分的理由 解释他为什么要半夜去库房偷酒 莱因虽不服气 但无奈现在的自己确实没什么资本和他斗 回头问他有没有银币 杜范从口袋掏出一枚银币抛给他 莱因接住后 将他抛进了盛满红酒的杯子 等待银币反应的过程中 莱因向他解释 人家的报复心可强了 你的阿葵 前些日子因为我被你扎穿了掌心 肯定会怀恨在心抱横于我的 万一他在酒里下毒怎么办 说吧 莱因低头看了看杯子里的银币 突然发现他好像变黑了 就在莱因以为找到证据时 抬头却发现 是因为这看热闹不嫌是大的家伙把光挡住了 莱因想淡定淡定不跟傻逼生气 杜范故意朝他挑眉一笑 眼花也怪我啊 而且有点尝试好吗 如果真有毒银币会立刻变死 哪会等这么久 看着这人熟悉的动作熟悉的笑 莱因回想起前世 自己和这人也是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啊 现实与过去交调 男人的喊声把他从回忆中拽了出来 莱因赶紧汝上男人的嘴 莱因那么难道是还没来得及下毒 他这边还在碎碎面 对面的杜范却趁其不注意端过酒杯直接喝下 莱因心想这玩意怎么这么 咋还喝上了呢 赶忙上前去抢他的杯子 但最终还是敌不过这人的手速 当着莱因的面 杜范将杯中的最后一滴酒缓缓引下 莫了还用一种十分轻浮的表情挑衅的看着对面的人 莱因呆挣几秒 看着这个自己不惜用生命去拯救的男人 就这样丝毫不把自己性命当回事的能够 气得莱因直接甩开他的手 杜范还在调侃 你不会心疼我了吧 我死了你不该开心吗 毕竟这样你就自由了 莱因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咬了咬下唇假装不在意的说 别自作多情 你死了身为俘虏的我只会被羞辱后卖点 我只是为了我自己 似是怕杜范看到自己难看的表情 莱因说完便转身离开 房门被关上 杜范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沉默半晌后喃喃道 真有意思 明明是真话却又透露一股谎言的味道吧 再次感受到死亡的窒息 莱因明白他已经陷入了死局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昨天明明验证过酒里没毒 但喝下的瞬间 还是会感觉像火焰灼烧心脏般痛苦 莱因不甘地想 自己他妈连一个山匪村都出不去吗 挣扎过后努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试图回想婚礼上的一些蛛丝马迹 莱因一惊 难道是诅咒 诅咒在这残存魔法的奇幻世界里 不是什么新鲜来 但如果是诅咒 对方一定得会魔法 还需要与目标对象直接接触 要么就是把魔法吓在器物上 这样第一个碰到器物的人就会被吓咒 但是如果是诅咒的话 到底是谁能有条件做到这些呢 那个是你 红发男也许只是幸灾乐祸 不 也不能排除是他们狼狈为奸的可 脑子里乱成一团马 当时在场所有人都有可能是凶手 看来只能在被吓咒的瞬间当场识破才行 可是 莱因痛苦地想自己这个种族是没有魔力的 即使知道有人吓咒自己也无法破绝 而且杜范他们也只能依靠那把魔刀检测魔力 所以山粉们应该也不会模仿 难道自己得祈求杜范再次去找女巫吗 不行 莱因心想来不及了 自己得主动出击 回想之前两次被带到山寨后 杜范都会离开寨子三日去非是销赃 突然灵机一动 莱因心想可以趁他离开的那三日自己顺皮马溜出去 找到巫女后再给他一点好处 让他帮忙解决这个诅咒的死局 虽说溜出去会被发现 莱因皱着没心下疑病 但是只要自己回去总有办法解释 打定主意过后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去拿找那该死的神秘女巫了 总不能向山粉们打听吧 突然莱因听到车夫们正在鸡里咕噜的说话 车外 车夫对同伴八卦的说 他是不是因为要被送去当男宠伤心到疯了呀 同伴附和 是啊 真可惜了这张脸啊 不可惜的 莱因突然从后面飘出来说 两人被他吓得冷汗直冒 莱因拿出一颗宝石让他们别紧张 自己只是想向他们打听一些事情吧 两日后 莱因来到了车夫们所说的货文镇 车夫们和他说这里有一位专门做占卜生意的女巫 但是具体下落得找镇上酒馆的老板打 望向眼前的酒馆 莱因希望那傻逼车夫没有骗自己 还不进入酒馆内 心想来都来得最起码得试一试 不然白帽这么大风险出来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不远处 杜范骑着马却突然停下来 狗鼻子朝着空气使劲嗅了嗅 头 头 旁边的小弟不明白他这是搞的哪一出 杜范笑着回答 没事 就是闻到了一些熟悉的味道 少年刚从山匪手中逃出 转眼又被卖到黑市 莱因努力分辨着周围嘈杂的声音 设法弄清自己现在的处境 蒙眼加绑带 周围还有瓷器笔伏的叫架声 莱因自嘲一笑 哈 真有你们的 虽然搞不清楚过程和原因 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自己应该是被那家黑店的老板没晕后 带到这黑市来拍卖了 自己之前按照车夫的话来到一家酒馆门口 推开门不想这个酒馆除了老板 尽空无一人 带好兜帽 心想自己还是得小心为上 毕竟这副皮囊是罕见的精灵种 他上前朝老板打招 你好成酒一杯 然后想向你打听点事 却不想老板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一般 对他不理不死 莱因皱了皱眉头拍着桌子问他 老板 还做生意吗 说句话 你到底接 不接 意识逐渐模糊 看见老板朝他露出得逞的笑 莱因突然明白 或许自己一踏进这个酒馆就被盯上了 台上的拍卖者正激动地向台下的人介绍了音 说这是无任何所属标记自由状态的精灵种 试得错过这次再难遇到的精品过色 拍回去敬请玩弄或是拆解成标本 永久收藏都是不错的选择 起拍价300斤 话音刚落 台下的人瓷器笔伏的较假 320 350 390 莱因困在笼子里像个物品一样被观赏拍卖 自嘲的想没想到自己还挺值钱的 难道只能再死一次吗 要不趁着货品交接的时候自杀吧 他才不要被凌辱 死又是死 他不知道自己下次又该怎样才能破解这个绝望的死局 三倍架 这时突然有人喊架 听见这个声音莱因一惊 九百惊 来人边说边慢慢走上台阶 这个声音 不是吧 眼罩被慢慢扯下 看着面前的人莱因纳闷这什么狗屁缘分 这都能被逮住 莱因坐在床边 听见浴室的门这样一声开了 杜范出来坐在他的旁边 看见面前一口未动的食物打去他 怎么 要当苦修者了 莱因冷哼一声 心里却急得快要炸裂 要死要死要死 怎么在这碰上他 这他妈倒了八辈子血霉吧 表面还风轻云淡的朝他试探就说 我哪敢吃啊 俘鲁斯桃还被抓现行 这不得把我皮都扒了 莱因安慰自己要冷静不能心虚 老子做这一切可是为了救这臭小子 强行镇定后 朝他卖弄着身姿般一向 这怕是断头犯哪 莱因感觉自己疯了 这种话怎么说出口的呀 确实 杜范随手扔掉擦水的毛巾 突然朝莱因伸手 将他按在床上一字一顿地说 出逃被捕 怪家九百斤将你从黑石捞出来 太不划算了 怕是得把身为精灵种的你 分解成一块一块的 卖给各个藏家才能撞回来 他边说边用手指 缓缓缓伐过莱因的胸口 莱因躺在床上 被他刺激的直战力 男人的手指缓缓伐过少年的胸口 身下的人被刺激的直战力 男人顺势扶在他的耳旁威胁 说要把他分解成一块块 卖给那堆老色皮 回想这人之前的所作所 莱因觉得这神经病 也不是做不出来这种事 被吓得躺在床上不敢动 其料下一秒男人扑斥一下笑出声 嘲讽他刚才明明害怕的发动 却还硬要装高冷的行为 实在好笑 意识到自己被爽了 莱因立马恼羞成怒的 让他从自己身上起 杜范好奇地问他 为何从他山寨里逃出来 不回子觉的领地 而是跑到这里 还被黑心老板卖到了黑石 莱因低声道 反正说了你也不可能相信 杜范却看着他说 信不信不是随便说了就算 你总得给我一个 相信你的理由吧 因为你就过 莱因尼喃着朝他说 不过你应该记不起来 只是不想欠女人情罢 心想要说出自己 和他都是一世界穿越而来 这只是个虚构的世界 男人肯定不会相信 自己这样说也没全骗他 文言杜范转头却说 果然如此 自己一直没有小时候的记忆 无论他怎样回忆 都想不起被山匪收养之前的事 第一次见到莱因 就把他管回山寨 也是因为莱因的反应 似乎认识自己 想着能不能从他这里 打探一些关于自己的往事 莱因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第二次重生 没有表现出认识他的样子 他才会无视自己 正准备朝他解释 莱因却突然想 比起和他说前世 这种根本没人信的过 诗意倒是个 很好利用的点 清了清喉咙 匹诺因朝他下嗶嗶 反正就是我俩小时候 见过你 然后你就过我 自己又是个知恩图报 所以就嘚嘚地来报恩了 听罢杜范朝这人一笑 伸出手拽起他的一里头发 觉得这人可真有趣的紧 说话总是半真半假 让人相信他的同时 却又疑点虫仇 他问道 那你说说看 我是如何救你的 说谎技能点不足的莱因 只能根据真实故事稍作改编 磕磕巴巴地说 就是我差点被马车撞了 然后你拉了我一把 似是不幸般杜范 拽着他的头发条卡 是吗 不想与这人继续纠缠 莱因只让他别别别 等度过这次危机 自己会把事情原委告诉你 杜范却不解地问 危机 他只觉面前这人 怕不是个傻 看他不信 莱因一把扑倒 心想一不做二不休 反正都开始不编了 不如一边道歉 于是杜范就看到 面前这小傻 骑在他的身上 一脸严肃地对他说 自己可以预知未来 因为嘴了天神 少年被丢入系统 世界无限重生 就在第七次重生 他终于认清现实 打算反弹时 却在这里遇到了 自己那封批前男友 因为某些原因 少年被迫开启了 不仅要在这个异世界 做牛做马 还要拯救他那傻逼 这个失忆的傻 相信你在现实世界已经搞 现在的世界 不过是欲望母神虚构的 而老子就是来拯救你 于是他一本正经地 告诉他自己 其实能预知未来 男人听伴默默 朝他勾了勾手指 不理解这人 何以莱因观顺地向他靠近 只听男人默默 在他耳边嘻吓 我其实是魅魔 只要被我吻过的人 都会变成奴隶了 说吧 对着莱因的下巴巴唧 就是一口 被他这流氓行为 搞得满脸凶 莱因一把推开 这混蛋大骂 见把人调戏够了 附范缓缓起身 我客观上是不相信你的话 但是我会选择 主观上相信你一次 说吧 你是怎么预知未来的 其实哪有什么预知未来 不过是莱因一次次 通过死亡轮回的方式 努力找寻破解死局的办法 莱因把自己 以身是死的出来的 经验教训告诉他 你不会觉得 你的手下都是忠心耿耿 你的成人礼上 我们可能会因为诅咒而惨死 杜范也不反驳 只说自己只是 山匪的养子吧 这些人不服他也在正常 不过 莱因继续朝他解释 自己过来就是想找个女巫 求个预警诅咒之类的附魔 至少能预防典礼上发生的意外 却不想被那两个傻逼车夫坑了 还被非电卖到黑市里 看着面前张牙舞爪的人 杜范倒是觉得有趣的起 他拿起手中的刀 问他还记得吗 被这刀划过后 被莱因当然记得清清楚楚 杜范调谈他 女巫都是胆小鬼 哪能这么容易被你问的 你得要有门道才行啊 被教训的面色通红 莱因想揍这人但又打不过他 于是两人换好衣服一路打 没想到这把顺利的有些意外 毕竟打了太多次 直到站在女巫家门口 莱因还有点不可置信 莱因轻轻敲了敲门 半晌后却没有丝毫要开门的记性 于是深吸一口气 莱因开始框框垂门 门终于打开了 只见里面缓缓伸出 女巫永远的头像 急了我早发的